在今年 FIBA 世界杯上 有一支球隊雖然身材處於劣勢 但仍能憑著出色的外線投射 高壓防守和快速的攻防轉換 吸引到無數球迷的目光 更一次又一次 靠著無與倫比的鬥志和拼勁 完成逆轉勝 這些情節不再只是能在漫畫中看到 在現實中,只要你抱有信念都能成真 大家好,歡迎收看裝置的籃球 沒錯,今天我們說的這支球隊就是日本隊 他們今年在世界杯被安排到死亡之組 同組有著德國、澳洲和芬蘭等強隊 輸播都是意料中事 雖然最終都是無緣晉級16強 但總算得到兩勝兩負的戰績 更加成功奪得亞洲區的奧運門票 毫無疑問成為了現在亞洲藍壇的新罷主 講起日本隊 相信大家都會第一時間想起他們隊中兩位的NBA球員 百川女和道邊雄泰 的確有他們的存在都使日本能夠強大很多 但個人認為真正令今年日本隊崛起的原因 都是有賴於他們的新任教練 以及他們其他的主力球員 好像比江倒伸、富永啟山和何川永輝等人的發揮 而教練他曾經都是帶領日本女子隊 在2017年和2019年的亞洲杯上奪得冠軍 並且在2021年的奧運奪得銀牌 為女子隊創造出不少奇跡 而他在2021年接手男子隊的時候 就將他在女子隊成功的體系 移植到男子隊身上 令他們由一支身材身高不足 缺乏競爭力的球隊 變成了一支擁有強大進攻火力 靈活多變 不怕任何對手的球隊 日本隊現時的體系主要更加著重於外圍投射 同時採取高壓防守 積極推動攻防轉換 他們在選擇球員的時候 都會優先挑選 進攻天賦高 以及籃球智慧好的後懷 讓他們可以在頻繁的擋賊進攻中 去製造突破和外線空檔的機會 而場上的另外四位球員 都需要具備著外圍投射能力 只要出現空位的機會 都可以出手三分 而風扇方面 就是負責保留和攻堅 內線主要輔助 偶爾擔任下進攻軸心的角色 這套體系 使他們只要手感一度 周年歐洲的球隊都可以擊敗 而道邊雄泰 毫無疑問就是今屆日本隊 最重要的核心球員之一 他在這隊日本隊 目前唯一一位在NBA打球的球員 效力於鳳凰城太陽 他身高6尺9吋 在重215磅 駐打小前鋒或大前鋒 他在NBA 主要是作為一位3D球員 但在日本隊 就算是具備了全面的技術 機能的突破 投射 一能的防守 藍板 封佐 他在世界杯賽場上的表現 都十分之出色 場均得到17.3分 5.3個藍板 1.3個助攻 並有48.1% 投射面中率的成績 不過相信大家都對作為NBA球員的 道邊雄泰都已經有所認識 而今屆他們幾位後衛的表現 今為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 何川勇輝 相信大家 在世界杯之後都會聽過他的名字 他2023年世界杯的表現非常出色 他更是日本隊奪得亞洲區首勝的關鍵人物 何川勇輝在對芬蘭的比賽中 貢獻了25分 9個助攻 並在最後一節 連續得分 帶領日本隊完成了18分的逆轉 何川勇輝 他的身高只不過只有172cm 比起很多香港人的重要矮 但他的控球能力 突破能力 外線手感 以及防守積極性 都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對芬蘭的比賽中 他就承擔到道邊雄泰 被嚴防後的得分責任 更加拉到身高7呎的芬蘭司機馬卡蘭去到外線打 沒有充足的技術和膽識 相信都很難做到 他的打法更加值得一眾的香港年輕人去參考一下 而另一位日本隊的後衛 都是十分值得我們去注意一下 他就有著日本Hurvey稱號的富穎啟身 他的三分球在日本隊中端端的一大殺氣 同時他都是日本籃球的新勝 他在對陣芬蘭的比賽中 他都得到了17分3個偷球 並在第四節連續命中三分球 幫助日本隊以98比88戰勝對手 他不單能夠在無人防守的情況下準確出手 也能夠在防守壓力之下快速出手 他的投射範圍非常廣闊 甚至能夠投射到超遠距離的三分 而且不單有著出色的投射能力 也有著不錯的空球和全球能力 能夠利用自己的速度和邊向突破對手的防線 並找到空位的隊友 同時他都有著積極的防守意識和偷球能力 能夠為對方的後衛造成不少困擾 而另一位令人注目的日本球員 個人認為地缸倒散都是不宜之選 現年33歲的他在日本隊的路障 他的得分能力和韌性都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單能夠在無人防守的情況下準確出手 亦能夠在關鍵時刻停伸而出 在對委內瑞拉的比賽中 日本都陷入苦戰 最後一節更加一度落後兩位數字的分岔 但比桿倒伸就在這個時候停伸而出 多次高難度出手得到17分 更加包括兩個重要的三分球 成功逆轉比賽 他全場12射8中 3分7射6中 攻下全隊最高的23分 毫無異蜜是日本隊的英雄 而這場他永不放棄的精神 即使在金皮力進的情況下 都要出手的態度 更加令人想到 藍而當入津中的三井獸 當然除了這幾位球員之外 日本其他球員的表現和態度 都是十分值得 我們去欣賞一下 日本在世界盃的表現 一樣全世界都見識到 他們的實力和潛力 他們雖然被獲派去死亡之組 和德國、澳洲等強隊交手 雖然都沒有取得勝利 但都沒有被完全壓制 只現出不屈不撓的精神 他們在面對芬蘭和委內瑞拉的時候 更加發揮出自己的特場 以外線投籃和快速的攻防轉換 打出了漂亮的逆轉勝 證明了亞洲球隊 都是能夠憑著自己的特色 衝出世界的 日本隊的崛起 也令我們反思到 其實我們本土的籃球 以及國家的籃球 是不是有點落後於人呢 日本隊他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 需要不斷改進和提高 他們知道身高不足和運動能力 會是他們的一大問題 在面對身體質素更好 更強壯更高大的對手的時候 他們都會處於劣勢 這些對於亞洲人種來說 都是無可避免的事 始終籃球這些打身體的運動 一向都是對於外國人來說 較為有利的 但他們都沒有自怨自喊 更加發展出一套 靈活多變 機動性更強的體系 可能會有人認為 他們都是太過過於依賴外線的投射 但在身體屬於劣勢的情況之下 這點也是必須的 更何況近代勇士都已經向我們展示出 籃球不一定是高佬主導的運動 矮仔也可以有出頭天 所以日本隊都正朝向這個方向走 但硬見中國隊仍然處於 找中鋒落位打的舊式戰術 訓練時都只是著重形式的訓練 都不多強化球員的基本功 尋找人才的時候 仍然是抱著找高佬 找下一個謠名出來的觀念 甚至我們再看看現在香港籃種的處事 再看看日本的籃球培養體系 和發展都已經成熟 似乎他們的清霸都會持續好一段時間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留言討論 記得按讚和訂閱支持 喜歡的也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